接著到86年的第五題 現在我們有兩支vector 如果他們的夾角是pheter 然後cosin-pheter是-3over5 叫我們找上數c的值出來 我們不如把這兩支vector 一支叫A,一支叫B 好像可以寫少些東西 你問到夾角的時候 我們還是先想.product 所以我們會知道如果A.B的話 有兩種形式 第一種形式就是他們各自的座標 或者大家可以理解了coefficient 相乘 所以就會是1乘c加4 再加1乘c-4 你計算到應該是2c 但也還有另一種形式 就是他們的modules相乘 再剩cos甲角 所以modules of A 就應該會是開方2 然後modules of B 就應該會是開方c加4的2次 再加c-4的2次 這個是它的modules 然後再乘cos甲角 即是乘-3over5 這個我們可以再做些化解 我們會看到是開方2 再乘-3over5 開方c2次加8c 再加16 再加c2次 減8c 再加16 再乘-3over5 我們會看到應該是開方2 再乘-3over5 這裡會有兩個c2次 然後再加32 再乘-3over5 所以就會是開方2乘開方2 再乘開方c2次加16 再乘-3over5 這兩個相乘就變成2 所以就會變成開方c2次加16 再乘-6over5 就是這樣 這兩個都是docproduct的答案 所以兩個固然會相同 所以會有2c等於-6over5 開方c2次加16 左右2次放下去 所以會有4c2次等於-36 等於36除25 再乘-c2次加16 這樣的情況 所以會有4c2次等於36除25 所以會有4c2次加16 再加16乘-36除25 就會算到是這個 5-7-6over25 OK 5-7-6over25 把這個減過去 所以4-36除25 就算到是這個64 over25 c2次等於5-7-6除25 所以把5-7-6除25 就乘25再除64 我們會計到c2次等於9 所以c等於3 或者c等於-3 那有兩個值 是不是兩個都要的呢 我們要先看看 留意今天來說 我們會看到 如果c是代3的話 c代3的話 這裡就會變成7和-1 7和-1 如果代-3的時候 這裡就會變成1和-7 那究竟哪個才對呢 其實我們看這裡就知道了 因為如果你會看到 如果你.product出來 你.product出來是正數的話 是正數的話 那就是說其實 那裡應該是一個銳角 它那裡應該是一個銳角 因為你記得 .product我們說 如果是u.v 是等於modus of u modus of v 然後就是cosifeta 是不是 長度就一定是正數 這裡是正數的 但是cosifeta 是決定了正還是負的 但是你想想 如果我們現在cosifeta 已經是一個負數的話 就是.product出來的結果 應該要是一個負數 所以其實c代3的時候 你見是出正數 就有違背 所以c應該是負3 這個數要reject了 就是這樣